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哪一条路 not know which way to turn 不知道该转向何方 就是遇到困难时 不知道该怎么做 when you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as a child you don't know which way to turn when you 当你 witness 目睹 domestic violence 家暴 as a child 作为一个孩子 you don't know which way to turn 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要找谁帮忙 谈到婚姻暴力 大家常常会把关注的焦点 放在成人的身上 不过在一旁目睹暴力发生的小朋友 他的身心也会受到残害 也值得大家的关注 when you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as a child you don't know which way to turn 我们看到图上的小朋友 就是遇到了家暴的情况 看到爸爸拿着酒瓶 要去追打妈妈 在这种情况底下 小朋友通常会非常的害怕 因为他们不想要 害爸爸或害妈妈 即便说是爸爸家暴 所以即便他们可能会打 113求助 可是也会因为父母最后 可能会到法院对付公堂 或者是他们还要被传唤出庭作证来讲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爸爸怎么对你妈妈之类的过程 造成小朋友内心会有非常大的恐惧压力 跟担心 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好是转身 就可以遇见愿意帮忙的人 turn to turn to somebody or something 就是去寻找或者是期望 可以得到帮助 immigrant churches 通过来自非洲的非法移民 或者是合法的移民呢 穿过埃及进入以色列 到了2012年已经超过了5万人 这样的状况呢 造成以色列社会的不安 因为这些移民的到来呢 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 就是immigrant churches 因为很多移民 他们也要有宗教信仰的地方 所以就出现了移民教会 immigrant churches flourish in Israel because poor newcomers turn to their religious institutions for support 这些还在申请难民身份的 非法移民呢 他们希望透过教会 可以呢找到 legal service and language lessons 希望呢在新的环境 稳定生活 不过这些移民呢 也面临着暴力威胁 跟言语恐吓 要能够真正不受歧视的生活 还要看以色列政府 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 事情如果不如我们预期 我们就希望会有新的发展 take a new turn 某一件事情开始有新的发展方向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erry disaster is reportedly taking a new turn the investigation 调查 into the ferry disaster 针对渡轮意外 is reportedly 根据报道 taking a new turn 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南韩四月号客轮 失事沉没震惊了全世界 这个案件呢 持续在调查当中 也从一开始意外事故呢 转向人为的疏失 还有救援系统失灵 等等的方向来做调查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erry disaster is reportedly taking a new turn 根据南韩的媒体报导 世约号客轮在失事的时候呢 关键的救援时刻却非常的迟缓 导致呢 南韩政府在应对的时候非常的混乱 当初事故在发生39分钟之后呢 南韩的行政部门呢 才开始用文字的形式 上报给总统 所以呢 危机处理的反应可以说是相当的慢 所以造成这么多人上丧身 那一向被视为非常安全的海上渡轮 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们常常希望时间可以倒转 有机会可以重新改变 Turn back the clock 倒转时钟就是希望可以回到之前的时光 Every time I encountered a circumstance like this as a prosecutor I want to turn back the clock Every time 每一次 I encountered 我遇上 a circumstance like this 像这样的状况 As a prosecutor 身为一个检察官 I want it too 我想要 Turn back the clock 将时光倒转 我们看到图上的检察官 他在谈自己处理的一个谋杀案件 有一名酒醉女子 被陌生人载上车之后呢 因为对方想要性侵她 在抵抗的过程之中呢 这个加害者就失手把女子勒死了 Every time I encounter a circumstance like this As a prosecutor I want to turn back the clock 这是这个检察官所说的话 他说其实有很多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 他每次遇到都希望自己呢 可以有时光倒流的能力 去提醒这些酒醉的人 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邀约 人生不一定顺遂 我们都希望有谷底翻转的机会 可以开展生命新的一夜 Turn over a new leaf Turn over 翻开 New leaf 新夜 Turn over a new leaf 翻开新夜 就是有了新的开始 It will be a big test To see if this regime Wants to turn over a new leaf With the west It will be 这将会是 A big test 一个很重要的测验 To see if 来看看是否 This regime 这个政权 Wants to turn over a new leaf 想要展开新的一夜 With the west 跟西方 我们看到图上是 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旁边有很多的政府官员 簇拥着他 我们也都知道 北韩跟西方剑拔弩张的关系 是已经维持很久的 那这个北韩这个共产政权 也被大家认为说 觉得他很神秘 但是新的领导人金正恩的风格 其实还没有定下来 西方国家呢 希望金正恩可以用 更开阔的心胸来处理国阵 前一阵子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要求 应该要追究 北韩侵犯人权的问题 It will be a big test to see if this regime wants to turn over a new leaf with the west 来看看北韩会怎么回应 不过却只接到北韩的声明说 美国跟西方国家 最好自己管好自己国家 人权违规的事情 自己管好自己的家务事就好 碰了一个大钉子 我们今天认识了一系列 跟turn有关系的英文词语 我们来回顾一下 Not know which way to turn 不知道该转向何方 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看到在家暴案件里面图上的这个小孩呢 遇到家暴的情况呢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知道要找谁帮忙 Not know which way to turn Turn to的意思呢 是去寻找或者是期望得到别人的帮助 我们看到在以色列 有越来越多的非洲移民 他们都到了移民教会 Immigrant churches 希望可以得到帮助 Turn to Take a new turn 的意思是说 某一个事情开始有新的发展方向 南韩四月号客人事事沉默的事情的调查 开始有了新的方向 Take a new turn Turn back the clock 图上的检察官说 希望呢遇到一些事件的时候 如果能够时光倒流 能够turn back the clock就好了 就可以提醒受害者要小心 Turn over a new leaf 翻开新叶就是有了新的开始 西方国家呢都在观察看看 北韩的新的领导人金正恩 是不是跟西方的关系 可以Turn over a new leaf 我们今天呢介绍了一系列 跟Turn有关系的英文词语 Turn这个字呢也提醒了我们 要面对很多人生中的转变 我们自己要准备好 要有开阔的心胸 遇到麻烦的时候呢 我们要想一想 有哪些人是我们可以Turn to的 那我们在人生里面呢 有哪一些事情是需要 Turn over a new leaf 要有新的发展方向的 非常开心 跟大家认识了一系列 跟转有关系的英文词语 自在生活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为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